6月1日,卓伟在朋友圈大赞葛思琪,放出两人合照,为他做事一手。 昨天看到昔日同事葛思琪先生直播爆料,数十万人在线参与,有网友称葛思琪凭一己之力盘活内娱,颇感欣慰,无道不孤。 据悉,卓伟,原名韩炳江,被誉为中国内地第一狗仔。 葛思琪发文回应直播争议,说卓伟曾告诉过他,这是天命,说他是天生肝狗仔的料,并且他没说过迪丽热巴和陆寒一起出游日本,他们前后三天只是比较巧合在同一家酒店进出。 葛思琪说,请大家不要让一人听到狗仔就害怕厌恶好吗?自己出现只是一阵风而已,就算有料,很多你请我愿的事情,没有伤害到社会,料自己都会吞下去。 此次,葛思琪的爆料,可以说是给娱乐圈带来了一场不小的地震,据悉,此前双宋的婚礼也是他拍的。 因为宋仲金跟宋小要再得办婚礼,所以两个月前我们就已经知道了,所以当时呢,我们去探计。